日本麦当劳近期陆续被揭发连串食品义务事件 爆发食品安全危机 日本麦当劳日前被揭发大阪分店的炸鼠条内 出现人的牙齿 而在这之前除了去年发生的过期肉事件 刚过的12月一名儿童在食用雪糕时 被雪糕塑料割伤嘴巴 就连麦当劳机块也被发现藏有塑料 这一连串的事件导致日本麦当劳的销售量硬生下跌 2014年的净亏损达到了1亿4300万美元 是该公司11年来第一次出现净亏损 迫使公司副总裁清末月宴7号向消费者公开道歉 而日本麦当劳的股价也同样创下自去年2月以来的新低点